报告院会 经济组织执行 已寻达完毕 立法院长韩国瑜 主席台上宣布院会寻达完毕 台下民党立委却快步走上前去 不满自己的执行时间被没收 台下原本要被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 甚至还在台下动也不敢动 把时间倒转十分钟 一路上民统统没人理 整个议场超冷清 原来表定下午两点半要开始的咨询 以明党立委陈廷飞在下午两点时分 临时改为书面 加上接训的中嘉宾本来就是书面 只让下一棒的国民党立委罗明才 赶不及出现在议场里连带 让后面的洪森汉等多名立委 都被三度上民视为未出席 主席韩国瑜这才宣布散会休息 不过咨询之间被没收 也要后来赶到场的立委很火 散场之后直奔院长办公室 要求对峙 院长不在就在门口等到他来 但转头一看 一起到会客室做座 要院长把试询时间还给我 而韩国瑜的承诺会就此之间跟朝野各党团沟通 出现过 TVBS的高本力最终绝不会消除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